字幕予首 郭袁柯 我們是屋宇署的屋宇策略師 圖構工程師李淳 我是私人大廈單位的業主 為何屋宇署發出危檢斜波修緝令給我們 我們亦有做定期檢查及維修 看不到有甚麼問題 其实,桃木工程托检署核下普力工程署会对私人邪邦进行安全选择研究 也会派遗试测,以发生三年牵涉或出现不尋常情况的邪邦个案 当有表面证据确立邪邦为危险,或者可能变得危险 屋宇署在普力工程署的建议下,会根据建筑物条例向邪邦的协主 或者根据政府土地契约条款,向需要保养有关邪邦的人士发出危险斜坡收集令 这张危险斜坡收集令,其他业主有没有收到? 我们可以如何跟进,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简单来说,屋宇署会向大海业主立案发团 或者向所有相关业主发出危险斜坡收集令 收集令要清楚列明相关的要求 包括所需要跟进的事项、斜坡天后 并会附上有关斜坡的位置图 相关业主应该要一起谈谈所需要的跟进行动 我们这些小业主也不知如何跟进 不知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去履行收集令 首先,业主需要委任注册建筑专业人士 可以上屋宇署注册建筑专业人士的名单 找到认刊人士和注册工程师的资料 然后可以进行销标、简选和委任认可人士和注册银岛工程师 委任了认可人士之后 他便会按收出令者要求负责统筹 并联堂注册银岛工程师进行所需事项 记得如果工程师及结构扣件 亦需要委任注册结构工程师 在请了注册建筑专业人士之后 私人斜坡还需要做什么工程? 一般而言,屋宇署会分两个阶段 向私人斜坡业主发出离点斜坡收集令 一是进行评估及接的阶段 二是需要完成以获批准的斜坡工程阶段 如果收到第一阶段的收集令 业主需要委任注册建筑专业人士 包括议可人士和注册岛工程师 如有需要,业主亦同时委任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册建筑专业人士 会先对斜坡进行初步检测 如有需要,他便会建议业主进行招标、拣选 及委任注册专门承建商 进行相关岩岛检测工程 注册建筑专业人士 会评估斜坡状况 向屋宇署呈交斜坡稳定性评估报告 如有需要,会同时呈交斜坡收集工程方案 被屋宇署审批 如果收到第二阶段收集链 业主需要委任注册建筑专业人士 去统筹和监督注册专门承建商 进行屋宇署已批准的斜坡收集工程 在完成了斜坡维生工程之后 还有什么文件需要交给屋宇署? 完成斜坡工程后 刑可人士需要向屋宇署呈交工程完成报告 屋宇署会派完试测有关斜坡及审视相关文件 并会发信给业主解除危险斜坡收集令 提提例,注册岩土工程师会编制一份斜坡维修搜查 以协助有关业主日后对斜坡 进行定期检查及维修保养工作 原来是这样的 那我尽快和大家商量一下 跟进危险斜坡收集令 麻烦